企业招助理陪客户睡觉 网络招聘平台的乱象还有多少 近日由网友发文反映 广州一公司在BOSS执聘中发布VIP助理秘书的招聘信息 人士称私人助理是和客户做男女朋友关系 并需要陪客户睡觉 随后该网友报警 目前涉事招聘信息已被屏蔽 BOSS执聘安全团队工作人员表示 已关注到相关情况 涉事公司及招聘账号已于当天下午2点封禁冻结 什么样的工作需要跟客户做男女朋友 还要陪客户睡觉 大家心里都有数 必然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这种招聘信息散发着低俗和诈骗的臭气 无疑是对求职者的侮辱 而该公司人士的回复 说是性骚扰都不为过 由网友直指重点 这种公司就是挂着招聘的幌子 实际从事色情交易 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径 招聘详细信息 任职要求 1.年龄18至35岁 2.身高152以上 3.外在 形象气质 加 优先 4.思想活跃性格开朗 5.做客户的助理负责工作和出差的事物 此助理和其他助理有不同之处 如需了解请电话或V咨询 待遇高薪 1.月薪1到2万以上 还有额外奖励加年终奖 能帮助自己的事业 接触更多平台和成功人士 2.双休 法定节假日 3.无险 一斤 4.包吃住 外地可报销车费 涉事企业人士与求职者的聊天记录 求职者 这个工作需要给客户提供特殊服务吗 企业 做男女朋友关系 肯定要睡啊 求职者 这客户健康安全问题有保障啊 企业 要求赔税的职位 这样的信息挂在招聘平台上 吸引不明就里的求职者 前去应聘 显然就是想利用大家找工作的急切心理 坑害防范意识不强的女性 虽然招聘信息被叫停了 但难保这一公司 不会换其他平台继续做坏事 也难保该平台上 没有其他招聘信息存在这种陷阱 这让人怎么放心求职呢 挂着助理秘书的招聘信息 实质却是欺骗人 去做一些令人不耻之事 让本就有些被污名化的秘书 私人助理行业雪上加霜 以后这一类的岗位 要招到合适的人才不是更加困难吗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 这种招聘信息的存在 都是污染了平台的良好生态 给求职者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风险 也损害了网络空间的公共信任 平台当然应该坚决有力地予以封禁和清除 近期招聘网站上各种奇葩公司惹出事端 引发众怒的事件实属不少 有口出狂言侮辱求职者的 有招聘信息明显涉及学历 性别歧视的 还有公然违背劳动法 要求劳动者无偿加班 自愿放弃双修的 种种乱象 是不是跟平台对招聘企业审核不够严格 对乱象清理不彻底有关系呢 招人陪客户睡觉 已经不仅仅是违反平台规则 而是典型的违规有害信息 监管部门应该予以重视 防止招聘平台 沦为不良信息和不法行为的流量池 平台也是时候建立更加完善的 不良信息防范机制 实施长效监测 预警及处置手段 做到有效预防 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 全方位的保护求职者的安全 与合法权益 这些人的保护求联系 这些人的保护求联系